我叫谢宇 如你们所见 是一个游戏围宅 尽管我本人其貌不扬 但我其实是游戏圈公认的大神 然而这些游戏对我来说 早已经简单到索然无畏 现在能引起我情绪波动的 只有他 我看着桌上的照片 陷入无尽的悲伤 为什么活下来的不是你 这一年来我一直宅家打游戏 都是因为走不出这个悲痛事实 他的死是我造成 这时手机突然再次亮起 我以为是同学又来催我上课 一看却是一个新的游戏通知 正在纳闷我从没注册过这个游戏 手机突然大放光芒 接着我本人的游戏资料卡 被全息投影在我面前 只是这数值 真就是个战五渣呗 系统通知 游戏里的积分可以兑换任何东西 我不懈的笑了一下 陷入今天诈骗软件 都已经这么高科技了 有本事就把我的积分换成钱 积分兑换完毕 支付宝到账五万元 我靠真的假的 看着账户里多出来的五万元 一直到付完房租 看到这钱是真的能用的 我整个人这才倾听我的 看着手中的照片 我不禁意想 如果这积分真的可以兑换任何东西 那么复活死者 系统很快给了回复 复活死者需要一亿积分 也就是说 如果我赚够积分 他就能复活了 我的人生总算看到一次希望 不过区区一亿积分 雨雨等我 心怀希望的我匆匆开始接取任务 然后开始了我 捡垃圾 捡垃圾 进女厕所捡垃圾的人 呃 臭腰你这个软件是城管做的吗 接连不停的做了几天任务 也才积攒出来一百几分 又攒一亿几分 看来我还是把这个游戏想得太简单了 走在路上 我一心想着怎样赚取更多几分 没注意踩到了香蕉皮 扑通一声撞到了迎面而来的妹子身上 当场来的埋凶杀 我鼻血狂飙 起身连连道歉 不料妹子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 小胖子 你胆子还挺大的 还夸了我 讲真真是夸棒 毕竟我也没和太多女生交流的经验 不仅如此 面对我的道歉 她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把脱下身上的大衣 直呼让我好好补成了 我说 大姐 这是另外的价格 不 我是说 该怎么补偿 只见这位突然换了一副面口 阴狠狠地盯住我 只要你把身上的积分 全部都交给姐姐我 她说积分 难道她也是游戏玩家 不等我开口 她瞬间出现在我身后 手上伸出 钢爪一把将我抓伤 看着自己的伤口 我开始意识到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只见她舔进钢爪上的血 一连响兽都向我走来 我联盟伸手 阻拦相当告扰 大家都是游戏玩家 何必自相残杀啊 而她却继续向我逼近 在她口中 我终于知道了 这个游戏获取积分的正确而法 那就是猎杀玩家 不等我有所反应 唰 只一瞬间 我就已经被她的钢爪掏穿 系统提示我的心脏受损 眼看就要当场死亡 似乎已经没了任何转换的余地 可恶 我的目标可是赚取一击分啊 玩家已完成任务50次 请问是否参与幸运抽奖 幸运抽奖 太好了 哪怕是一瓶药水也好 我参与 只见整片空间被光黄照亮 抽奖系统整个拦在我跟她中间 她嘲讽说着 游戏里的抽奖不过是击分骗局 但眼下的我只能博一博了 恭喜玩家获得特殊装备 这就是欧皇的实力 不愧是幸运道具啊 拿在手里 我感到身体变得轻松许多 动作也变得敏捷 面前这个臭女人 已经捕捉不到我的素颜 眼下该轮到我虐你了吧 吃了你那么多伤害 该吃我大招了 臭女人 吃老子大剑吧 说完我一剑皮向大地 剑光闪过 金银近视裂纹 一路蔓延到她身后的高楼 臭女人终于慌了 连连向我告扰 说只要我换过她 对她做什么都可以 此话当真 那我就 对不起 不需要 只一瞬间 整栋大楼直接解体 将她生生砸在底下 等你儿子来披露救你吧 老子就无缝陪了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突然下了起来 拿起来一看 是我同学 电话里传了她的吼声 班长说 我要再不回去上课 就要把我开除 翘死 她算老姐 我谢雨就算饿死在外边 从这里跳下去 也不回 学校有boss出没 是否接取任务 boss出没 我回我回 我现在就回学校 真香 回学校的路上 总感觉路人都怪怪的 一直有人看我 难道又是玩家 惦记上了我的气氛 诶 镜子里的小哥 还挺帅的 这是我 我不是在做梦吧 怎么会突然瘦这么多 诶 是刚才战斗的时候 我刚刚获得这把吞睡之刃时 尽管身上的伤一同恢复 却仍旧跟不上 那个臭女人的速度 几个回合下来 再次被他打得奄奄一息 那时候我已经无力应对他的最后一击了 系统突然提示我是否牺牲生命能量换取力量 哎 还问我干嘛呀 管他呢 怎样都比当场挂掉强啊 果断选择是 结果 哦 原来所谓的生命能量是指我的脂肪 好嘛 谁说肥宅的脂肪一无事处啊 过载模式需要消耗生命能量较高 不建议再次使用 嗯 果然跟我猜的差不多 这么强的buff肯定不能次次使用啊 哎 算了 回学校打boss要紧 走在学校里很明显感到一丝异样 女生们围在一起偷偷看着我窃窃私语 竟是在夸我帅 哼 花痴 不过 好得发的爽啊 嗯 你说衣服 刚才花费一七分换的啦 boss即将出现 请问是否开启自动巡路 走起 我的眼前突然出现路标 一路指引我前往boss即将现身的地点 就这儿啊 卧靠 怎么又是女厕所啊 游戏开发是不是心理变态啊 好 周边无人 可以进去 箭头只向一个坑位 boss不会是在马桶里吧 卧槽 怎么里面还有个女的 有变态啊 看到自己被这个女人当成变态 我赶忙解释 却见她完全不听 随手抽出一把金色大刀 卧靠 怎么比我的还大 随即我俩中间突然出现戏图急事 玩家对决将自动开启隔绝领域 果然 她也是玩家 只见她举起大刀向我砍拦 隔绝领域开启 她也就不用顾及任何破坏了 面对她的进攻 我也顾不得辩解 赶忙亮出我的吞噬之刃迎战 不愧是老玩家 仅仅是接下她这一击都让我感到吃力 就在这时 地下城的入口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 打动周冬 我俩一个没站稳 双双掉了下去 靠 我可不想跟这个暴力狂一起刷副本 再反应过来 我们已经被小怪包围了 眼前的场景竟然是以我们学校为模板的 F级地下城失落校园 到了这时 她才明白 我是为了地下城才进的女厕所 干 还不是你这个暴力女一直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谁料她直接对我开启嘲讽 你一个菜鸟竟敢独自攻略地下城 真是不怕死 最看不起你们这些自视甚高的老玩家了 看在误会你的份上 给你提供的信息 这些小怪的名字颜色代表了危险程度 你看到的应该是黄色 也就是超出你能力的怪物 换言之 如果你真的一个人单刷这个副本 不出三分钟 你连boss都没刷到 就被这些小怪围攻而死了 而他们 在我眼里 是毫无危险的白色 刚刚说完 他瞬间换上一身战斗服 面对围攻而上的小怪 一刀将他们砍翻在地 这样去招来所有的小怪拥而上 然而他呢 却是面色淡然 吃笑出声 这 这是要发动大招的节奏 只见他挥起大刀 一招风卷残云 金色刀蒙像的旋风一般 将扑上来的小怪 统统卷进刀锋之中 一击将之全部解决 不等我感叹他这一招的威力 忽然又一只小怪出现在他身后 想偷袭于他 顾服的许多了 我一个剑步冲上去 吃剑帮他把小怪给拦下来 只是 我这伤害也太低了吧 刮沙呢在这 他也立刻反应过来 转身轻松解决到最后一只小怪 见我竟然舍命为他挡起了小怪 似乎是有些动容 虽然嘴上说着不会谢我 却以自曝性命的说 他叫沈云瑶 然后向我发起了组的邀请 也就是说 在这地下城里 我只管跟在身后吃惊艳 就能升级了 哎 说出去谁能相信 我一旦游戏大神谢雨 也有蹭惊艳的一天 果然 组队之后 他负责前方冲阵 我负责后边上分 几个回合下来 我也终于升级了 哼 终于不用跟在女人身后蹭惊艳了 这熟悉的战斗感 雨衣 等我 前方 boss出谋 我叫谢雨 复活资者需要一亿击分 雨衣等我 我 我这是在哪 雨衣 太好了 啊 如你们所变 我被眼前这个暴力女 一脚踹到了墙上 压得小衣 我冒死帮她解决了 学校里那头暴走的boss 眼下死里逃生 正虚弱的呢 不过是把她当成雨衣 抱了一下而已 至于这样 哎 我衣服呢 我都还没脸红 她先害羞的说 我衣服上都是血 帮我脱下来丢掉了 哼哼哼 那也是我花一击分买的呀 洗干净放咸鱼上 也能卖个几百块呢 这败家娘们 先前的战斗 可以说是极其的凶险 我和她组队双F级地下城 却不料boss等级 超出我俩可攻略的范围 上来就把她给积伤在地 为了救她 我惨遭boss贯穿 好在流失的生命能量 及时激发了我的吞噬之刃 让我再一次进入过载模式 凭借最后一点血量 杠翻boss 而她呢 虽然说是暴力点 好歹也算有良心 不但为我兑换了药品 还带我开了房 寸步不离地照顾我醒来 当然了 花费的几分都是由我出的 这暴力女 就是抠走 哎 算了 好歹小命保住 真是没想到 我这一睡竟然就睡了五天 看着窗外的夜色 我突然想起 有一件事要问她 你刚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有没有被老玩家猎杀过 听到我的话 她瞬间炸了包 一跃而起 紧张地质问我 你被人猎杀过 我心想 哼 小姑娘还挺关心我 随后苦笑着说 有过一次 听完我的话 她一脸愤怒地 让我赶快打开游戏界面 我乖乖听从她的指示 这是城市地图 是游戏地图 她愤怒地呛我出声 就知道你没关掉 我挠了挠头 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紧张 在游戏里开地图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寻找任务点很方便啊 然后就见她匆忙拉上窗帘 立声指责我要害死她了 听到她的话 我这才恍然大悟 哇 开着地图功能 会把位置分享给其他玩家 她小心翼翼地透过窗凤 搜寻着外面的一草一木 我们两个在这里 逗留了整整五天啊 想必早就被不少玩家盯上了 果然 在九点钟方向 很明显就发现一名狙击手 据她说 这是跟她一样的八级老玩家 本区著名的新生终结者 连她都出动了 可以想象其他位置 也都有猎手埋伏 我们两个 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府中之鱼 交代我两三句之后 她转身就要离去 说不想陪我一起 被那群人给盯上 我一把拉住了她的手 对她说 既然这里被围的水泄不通 你一个人离开 照样会碰到他们 不如听我的 我们两人联手 大赚她一笔 如何 我叫谢宇 复活死者需要一亿击分 宇等我 哥 我看还是算了吧 有我在怕什么 运气好的话杀点她 几分 说不得就够了 眼下我正被老玩家围堵猎杀 这对兄妹就是其中之一了 我这边找到两个 你那边呢 狙击手还在寻找位置 好嘞 好戏开场了 喂 你们是不是在找我 我直接跳出了 吸引那俩兄妹俩的注意 不愧是老玩家 直接就张开解解 进入战斗状态 同时沈云瑶也给了我通知 杀人惹人横杀之 是时候了 我尽难逃窜 总算将他们引到 狙击手的视线范围内 只听砰的一枪 直接击中的妹子 怎么才掉了这么点血 难怪老玩家这么难缠 兄妹俩早已顾不得 对我的猎杀 赶忙警戒起来 找清狙击手的位置 一跃而上 双风直接展开了 激烈交锋 同时沈云瑶也出现在了 我的身后 问我还要上去捞点好处吗 靠腰 也没形成这些老玩家 这么强悍 好不容易掏出火坑 我可不想回去找死 不过 在游戏里死亡的话 会发生 不等我说完 沈云瑶一把捂住我的嘴 情况不对劲 我们明明应该脱离 隔绝领域了 可是依然在隔绝领域里面 这说明 有埋伏 欢迎刚落 又一名玩家出现在我俩面前 压得 加了这么多信 最后还少这面刚 经过一番激动 我俩总算成功击杀对方 死里逃生 几番同生共死 我以为我们已经成为了 密切的伙伴 却没想到 人性还是经不起考验 在填包分成问题上 我俩发生了 不可调和的争执 刚才要不是我 貌似使用过载模式 现在被填包了 就指不定是谁了 虽然 寄线给吞噬之刃的 生命能量 适用的他的boss晶石 可他也太黑心了吧 张狗叫我分 给他1700几番 这个相当于 170万人民币啊 我能怎么办 打又打不过 算了 击杀玩家 又不是只获得几分奖励 这堆是我的 那堆是你的 别拿错咯 还有其他材料包呢 应该也能兑换 不少几分吧 靠 你这个女人也太黑心了吧 打发叫花子呢 凭什么我这边 全是破烂了 还有这卷卫生纸 是什么鬼啊 我能怎么办 打又打不过 真是事风日下 人心不顾啊 别嚎了 咯 再给你个好东西吧 只见他随手 丢给我一瓶 绿色液体 龟西药水 什么鬼玩呀 这女的就是 又暴力又抠扫我的 人呢 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唉 我谢宇玩游戏这么多年 从来没这么憋去过 新任务发布 去上课 呀这游戏刺坏有毒吧 行吧 毕竟新班长催了 不下十遍了 等等 这个妹子 怎么有点眼熟啊 你好啊 谢宇同学 我靠 说来你可能不信 几天前 我还是个180斤的胖子 但现在 我不但又瘦又帅 还能轻松 越过两米多的高墙 今晚正躺在床上 想着周六的游戏 黑市交易 眼前突然弹出 一条任务敌势 竟是个异计地下城 来得好 正想着怎么 多攒点击分呢 雨衣等我 我一定会复活你的 我缓缓踏入地下城入口 心想 不知这次会是个什么主题 但愿不是恐 不主题吧 靠 鬼影医院 鸭的不知道 基本上城 有没有封印我这张 开光嘴的道具啊 歇歇地看了一下 医院入口 石海没有行动 背后的门也被挡住了 而旁边 却有两个通道 一条陷阱 一条正确的 还是两条 都有关键道具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不管进哪个 都一样了 我随机冲进 其中一个门 鸭的 就这样想吓到我 狗字话完全不行啊 眼看几个血色护士 破门而出 呜呜叫着冲我喊来 我连忙让自己冷静下来 猎手小怪而已 猎手小怪而已 克服了心中的恐惧 我一腕而起 像切菜一样 一路狂慨 哎 果然如我所料 宋秦彦的棒 本以为轻松解决这些小怪 不然听到身后 再一次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连忙回头准备迎战 然而看到的却是 雨 雨姨 别跑 你给我站住啊 可是 他却没有理会我的呼喊 直接穿墙而过 消失在了我的视野当中 难道 是我看错了 我重重地揉了一下额头 无端地跟自己说 他已经不在了 也绝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 我的首要任务还是不断变强 获取积分复活他 恢复了情绪 我轻轻推开手边的房门 啊 没想到让我外打正着 刚好进了官邸房间 凑近看了一下 那个骷髅手上的 应该就是关键道具了 而周围这些床上的怪物 按照游戏惯例 一看就是在我拿到道具之后 就会出发的陷阱吧 哼 这种小把戏 还想难倒我游戏大神谢宇 我一把举起手中的大刀 看向桌边的小怪 老子才不会把你们留到 等下阴我 先下手为强 然而一刀下去 却被一层防护层 直接拦下 并接着耳边响起系统敌势 说当下状态无法攻击 呀 这就难办了 怎么还有这种限制 不过 一位无法攻击 就治不了你们了吗 狗子话还是太天真了 拿起绳子忙回饭 总算大功告成 哼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就在我拿起骷髅手中 关键刀具那一刻 这些怪物果然被瞬间处罚 丝毫着起身要向我攻击 然而 早就被我用绳子绑住了呀 菜狗 关键刀具已经到手 看来你们叫做那么痛苦的份上 我就 给你们解脱吧 哼哼 一刀一个大西瓜 看着经验蹭蹭长 简直不要太爽 恭喜获得新称号 哦 这游戏也还有称号系统啊 这是 你好骚啊 压得在地下城里 顶着这个称号 岂不是等于开了嘲讽啊 算了 还是通过要紧 没会儿 总算拿到另一个通关道具 正要准备前往找出 报纸通关 就在这时 我突然再次看到那个身影 三番四次 变成羽仪的样子 你是 丑死吗 详细使用过载模式 打通地下城鬼影医院 收益还算喜人 零声两期到了八级 积分也加了一千 折合软门币 那可是一百万 说到这一趟也算是值了 至于道具嘛 我点开手脚 那格魂是遗憾 似乎是可以用在过载模式上 太好了 只要能够收集足够多的能源道具 配合过载模式 我现在也有不俗的实力了 总算不用每次都 陷进自己的生命能量了 我的手 就在这时 我突然发现 手上突然多了很多黑色伤痕 我连忙脱掉上衣 检查一下身上的状况 压得我记得 自己在地下城的时候 没有收到这样的攻击 我靠 这难道是吞噬之刃的反噬 每次强行开启过载模式 其实消耗的是我的身体嘛 之前每次开启过载模式 我都是强忍疼痛 以为转过去就没事 可恶 早就应该想到了 压得以后 不能再过多依赖过载模式了 现在虽然身体只出现伤痕 但并没有太大不适 但是以后就说不定了 云瑶班长 下课后 要来参加我们台拳道协会吗 调身降体哦 白痴啊 班长当然是来我们篮球社 拉拉队了 喂 两位同学 你们就别争了 班长可是答应 今晚帮我们补习功课了 没进教室 就听见里面闹哄哄了 原来是男生们 都在抢着跟沈云阳单独相处呢 那可真是抱抢了 他今晚要带我去游戏黑市 在同学们嫉妒的眼神中 我厚仰无始坐在了班长身旁 而他呢 则是一脸的嫌弃 干嘛 把这个脸啊 我这不是听解围吗 他一脸不屑的看向我 刚挪移我两句 突然低头 看到我手上了黑色伤痕 瞬间脸色大变 关系的问我 这伤是不是昨晚的地下承受了 小事而已啊 不用紧张了 听到我的话 他瞬间面色羞红 转头看向一旁 不动你了 说正经了 我转头看向了他 说我愿意出三百几分 请他带我去游戏黑市 而他则是投也不回的 直接给我讨掉还价 说他本来今天也要去 只要五百几分就好 压得就知道你这么黑 成交 比收到新的日常任务 我拿起手机点开看了一下 不得不说 这些日常任务还真是烦人 几分很少 我都不想揭露 回想一下自己刚玩这游戏的时候 每天捡垃圾就是长 洗澡他会在干活 也才赚个一百几分 哪里比得上自己 闯一趟地下城 就拿一千几分 听到我话 沈云瑶清醒一笑 笨蛋 别怪我不提醒你 如果耽误太多任务没完成 系统是会惩罚的 我的 真的假的 被他的话吓到 我连忙拿起手机 看了下新的任务 回答老师提问 我才逗一看 老师问题刚出 前排同学们 就已经纷纷把手举了起来 压了 别说老徐会不会提问我 这下能不能看得 我都是个问题 那你就自求多福吧 天真 我还有秘密武器 我随手拿出自己 昨晚刚得到的称号 你好骚 称号效果 就是吸引别人注意的 果然 一拿出称号 老师立马就点了我名 抱歉了班长 这不是 是我拿下 这题 这题我不会 我叫谢宇 是一名普通的游戏 一般加入一个神奇的游戏 本来只想着 赚够一亿积分 复活一个人 可到后来越来越发现 这个游戏的积分 真的什么都能兑换 为了完成回答问题的任务 我虽然成功吸引了老师的注意 不过 这个问题 说的是什么 此刻我窘迫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算了 只能用积分兑换答案 系统提示 要用二十积分兑换答案 不过是两万块 买了 我咬牙剁脚 狠心花出这二十积分 答案一下涌入脑海 啊 这充满知识的感觉可真好 答案只有一共 一点二米 完全正确 这么快便算出准确答案 这位同学 真不错啊 任务完成 获得五十积分 净赚三十积分 还行吧 完成任务 我便开心地坐在教室里开始了小气 完全没有注意到 来自讲台上的那束目光 谢雨 猫 猎杀新人却被反杀了 这把剑 原来如此 相比其他工会也有所行动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脚组一对 请给我一天时间 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 都会带到您的面前的 晚上我早早来到地铁站等水民谣 这都快12点了 说好的坐地铁去交易市场 现在还没来 哎 女人呢 喂 你在那里嘀咕什么 该不会是在说我话话吧 不不不 怎么敢呢 话说你怎么和白天的穿鱼风格区别那么大 看到他又去掉了那一身乖乖女的装扮 我不禁有些好奇 当然说怕其他玩家认出来 哈 我还是能一眼认出你好吧 说着地铁末班车怎么能到来 你看 因为你迟到 差点末班车都赶不上 笨蛋 少啰嗦 我们要做的就是末班车 刚才他上了车 我问他要在哪个站下 然而他却什么都没说 只说很快就知道了 那个车启动 车门关闭 车厢里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 我整个人被突然吓了 瞎着中年节刚过去 总不能 我还有没走了吧 沈云瑶一脸淡定的让我安静下来 看一下窗外 听到他的话 我朝窗外看去 外面竟是一片超繁华的大都市 灯光霓虹还有全息投影 也让一副赛博朋克的景象 据他所说 从我们踏距末班车车门的那一刻起 其实就已经进入地下城了 所以 这儿就是地下城 可是地下城不都是刷怪的吗 沈云瑶听完白眼一番 然后开始给我耐心的解释一番 这里曾经是个大型地下城 不过后来被金蝉工会征服 改造成了交易市场 而他们也靠这个交易市场 获得庞大资产 成为与诗心 挥舞 学悦 变成了四大工会之一 说着话 我们也终于抵达重点 下周后我马上发现 自己的装备竟然也被强制换成 这是因为啊 金蝉工会规定玩家不能隐匿伪装 所以 这儿就是交易中间 看着眼前这个未来感的地下都市 我不禁感叹这地方 真是太棒了 起身跟随他 往交易市场走去 不过 你刚才说要小心啊 现在大油大白走到外面 真的没问题啊 听到我的一问他笑了笑 说金蝉工会规定 交易市场不得发生私斗 不过再一想 他又转身带我走进了小道 以求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跟着他走在阴暗的小道 我突然感觉有点 听到我的话 他转头怒吹雨 少废话 这里我比你熟悉多了 大话音刚落 就让前面两个男人将一名女生围堵在这一案的角落中 小妹妹 给我站住 这么快就给我打脸啊 我叫谢宇 是个普通的游戏宅 为了凑齐一击分复活雨衣 我跟沈云瑶来到这座地下交易中心 远远地看着 我只觉得那妹子有点眼熟 定睛一看 他不是之前围攻我们的其中一员吗 就 就被我坑了的那个 眼看那两个男人在那边拉扯妹子 对他动手动脚的 我整个人顿时怒不可遏 可恶 这些混蛋 人多欺少就不说了 还对一个小女孩出手 想到这里 我刚要上行教训他们 沈云瑶突然一把拉出了我胳膊 何必夺关闲事 去帮助曾经的敌人 那是两码事 我泄雨玩游戏 最瞧不起欺负些人的家伙了 听到我的话 他叹了口气 让我乖乖在这里看着 随后他转身朝向那边 救命啊 发现求救信号 取法模拒起动 只见一旁的垃圾桶 突然亮起灯光 瞬间变化形态 成为几台巨型机器人 将那两人紧紧包围 原来这里遇到危险 只要大声呼救 就能触动金蝉公会的警报系统 我靠 机器人真够帅的 然而不等机器人发动攻击 却只见那俩人冷冷一笑 学习机器人 说着直接起身动手 将机器人打搬在地 大笑出声 竟然敢对他们 雪月公会的暴走兄弟出傻 眼看他们继续逼近粉毛妹子 正要上前出手相助 突然间一头火光从天而降 是谁在金城公会地盘上撒野 直接将那二人重重炸飞出去 火光散尽 一台巨型机器人从中现身 机器人背上似乎还有个人影 竟敢在这里闹事 还打坏我心爱的机器人 这是金城公会的人 神妖点了点头 说交易市场是金城公会的摇钱术 敢破坏这里的规矩 只有死路一条 直接来者是一个身材漫妙的金发妹 直接拿出一台计算机下来 机器人救援 场地损坏 还有我金城公会 治安管理员小丸子的个人出场费 罚款 其实没有 武器倒是有一把 手持拉包 直接冲着小丸子身后保险 想偷袭于他 竟敢跟本小姐耍心机 欢迎风落 他旁边的巨型机神小金刚突然起动 对方已然被他重重打败在地 看着自己的兄弟当场挂掉 另一人一脸愤怒的转脸看下小丸子 你他妈的 竟敢惹雪月工会 大话一味道 忽然有个面具人闪现在他面前 一急将他肚破长穿 大笑着将他尸体踩在脚下 什么垃圾 都可自称是雪月工会的人 说呢 跟着鬼面静止来到我们面前 空行是死在你们手上的吗 听到这里 我联盟起身拦在沈亚前面 我杀的 跟他没关系 说完 只见鬼面再次笑出声来 我请求金城 为我们开启命运赌场 命运赌场这个词 我是第一次听 根据沈亚的解释 所谓命运赌场 是用双方所有疾问和性命 做赌注的赌博游戏 眼下我们很被动 如果离开交易都市 一定会被他们伏击 但是命运赌场 就还有赢的可能 怎么 怕了 哼 有赢的可能 我有什么拒绝道理 挑战 我接下来 听到我的话 他顺身来到我面前 大声地称赞 我不愧是杀死空行的人 有胆识 随后轻轻贴进我的耳朵 低声而言 空行的那枚弹 在你身上吧 臭小子 说完直接转身离去 不再多言 半小时后 命运赌场见 我叫谢宇 是个普通的游戏斩 为了赚取一亿计分复活语仪 我被迫接受了 雪月公会的命运赌场挑战 哟 你小子果然有胆量 准备好你的人生 即将到此为止了吗 眼看场上回味的剑动 小丸子立马来到中间 开始宣布游戏规则 金蝉赌战的战场 分为上方的命运转盘 和下方的战场两部分 进入游戏后 两名各选取一名博役者 进入上方转盘 博役者每次可使用 100级分转动轮盘抽取奖励 如果对抽取奖励不满意 也可以重新抽取 但每次消耗级分翻倍 下方同伴可以使用 获得的奖励对双方阵营的 缠除图腾展开攻防 图腾先被摧毁的一方 视为战败 最终战败的一方 将会一无所有 甚至可能丢掉性 这将是一场好赌 看来双方都准备好了 现在我宣布 比赛开始 赌局一开始 瞬间吸引了交易区 每个玩家的注意 大家纷纷下注 全员压血月的胜值 此时我与无瑕太多 全身心的投入这次赌局 我跟影家瞬间 被转移到了一个转盘上 赌局正式开始 转盘转起 我和影沙各扣除一百几分 起身漂浮在上方 转盘中各种奖励不易 用颜色分极 白色为最上级 红色为上档 依次是黄蓝两色 说到底 这也是靠硬性轮盘抽奖 论欧华 我谢宇还没输过谁了 就现在 看着时机 我急速下落 现在马上落地时 神明突然出现几个黑洞 我瞬间意识到 这是影沙的技能 黑洞变大 他一下落地 逼得我只得往后撤去 转盘停止战斗 第一轮判定结束 影沙掉落在红色物资 暴力直戒 技能是一个回合内 增加50%攻击力 而我 则是被迫落在了 最低等绿色区域 牵引水晶 这玩儿 在战斗中 起不到任何作用 只能在游戏结束 换取时机分 作为本钱 吓得运气不好 我忍了 但影沙的技能 不算违规吗 听到我的质问 小玩子笑了一下 说在这个空间里 如果是不被允许的 东西和技能 是无法被带进来 或者释放的 这就是说 我们现在站在这里 就可以在自己的 能力范围内 随心所欲 看到我抽到的水晶 沈云瑶整个傻眼 随其全身心投入 马上袭来战斗 他与秦武商议 一起夹击 确定鬼面拿着影沙 抽到的最上等资源 瞬间放出另一个分尸 迎接而来 这也就是说 我们连唯一的人数 优势都没了 鬼面大笑着 一跃而起 冲向他们二人 一刀砍在我方 全主身上 轻松拿下一心 看通车里 我终于意识到 鬼面影沙二人 在这场赌局上的 可怕之处 影沙的轮盘上 可以控制抽奖的位置 而鬼面的分尸能力 可以让奖品物资的 威力加倍 可以说 他们两个技能配合 在这个赌局规则下 无懈可击 任凭谁来 都会认为 他们赢定了本色赌局 不过 你们也别小看我的技能了 接下来的第二局 我在上方看准 下面的转盘 往下一落 再一次落在绿色区 获得监影水晶 我没去理会 面对众人对我的嘲讽 低声联系沈云 不要影骗 直接放鬼面 攻击我方蝉拙 就此 鬼面再次倾诉得分 很好 赶紧继续下一轮吧 接下来的几轮 我仍然每次都是 落在绿色区 尽管不停地加重 依旧回回都是 抽到监影水晶 再看鬼面一方 则是气势如虹 连续得分 我方眼看毫无着假之力 此时的交易区 已经是人生警惠了 纷纷朝门 我是非洲人 竟然能接连十次 抽到绿色 眼下我方 闪除只剩两血 同时脚下 积累了大量的 鲸鲸水晶 而红方的嘴 毫怕无伤 似乎这场赌局的 战况已经明朗 看着眼前的一切 影沙直接宣布了 我的败落 是吗 如果我说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 接下来一局 我会赢呢 机会也不是没有 只要我能踩到 概率极小的白色区域 获取千贯大人的助力 以及获选 能将律师扳回 只不过 今一百场赌战以来 已经没人能做到 算准这一切 鬼面打算 断据我的后路 纷纷影沙 下一局对准白色区域 让他可以不停地 加注直到抽中为止 决定命的一局正式开始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我会影沙再次落地 又是绿色区域 我加注 这个人就谢雨 大家记住了 以后有机会 一定报仇 害我受惊惊 我做鬼都会放过你的 我和二人同时加注 结果依然相同 而他则是距离白色区域 更近了一点 在经历接连几次加注之后 消耗已经到达 六千四百几分一中 我清楚的知道 这轮过后 我就没有几分继续加注了 而这次的结果 依然是绿色区域 当我再次看向 影沙那边的时候 全场瞬间沸腾 他最终还是成功 落在了白色区域 打破了将近 一百场无人做到的纪录 交易区的人们 纷纷感谢我 让他们赚到了大钱 小丸子更是直接 宣布了我败绝 都会给我输定 那你们给我看好了 拿手捡 可是最后关头才用的 说着 直接启动秦武 给我的那个纽扣 这是他能赛前给我的 说着可以再遇到 危险时逃跑 上吧 秦武 纽扣绿光瞬间笼罩 我们二人 紧接着嗖的一声 我与他位置发生互换 转眼站在了沈云瑶身边 与他并行作战 鬼魅那边 千欢大人突然现身 最白色区域的最高奖励 眼看就要对我方 展开致命一击 哼 真当我输定了 每轮加住两次 一共消耗七百积分 并不是我运气不好 而是我最大程度的 利用手上的积分 尽可能的获取水晶 这遍地的水晶 都是我的能量 想到这里 我一把将手中吞噬之刃 插在地面上 温式技能 发动 话音落地 列上的水晶 瞬间化作能量 涌入吞噬之刃 对面的鬼面 耻笑出声 说他早就想到 九十八级的切换金蚕 流逝出最强一击 无极崩雷 眼看着充满威压的 一击冲向五花 沈云瑶一脸 担心地吵开来 逼 能量储存完毕 哼 我 已经不是两周前的我了 多亏了醒悟的出现 让我达成了这次 来交易都市的真正目的 他身上的大量 垃圾滤装被我买走 吞噬完毕之后 我的吞噬之刃的 属性大大提升 我直接开启过 在百分之五时 举起吞噬之刃 硬钢千唤大人的这一击 直接将它挡了下来 千唤大人的攻击只有五秒 能熬过的话 蓝方说不定 眼看这一幕的发生 对面的鬼面心生忌惮 顿时放放大量分身 朝着我方攻击而来 给我回去 无相应对其他 我一瞬间爆发强大的战机 将力已经生生格挡过去 眼看千唤大人的雷击折返 鬼面顿时大惊 联盟控制所有分身一起阻打 这只听羞羞羞羞 整个战场一片电光火石 陈烟弥漫 金陈大人终于停止雷击 神埃散尽 场上战果分明 我方两人都已经体力不支了 但是成功接手住了最后一滴血 鬼面呢 则是被刚刚的雷击击中 倒地不起 而红方图腾在刚刚混乱中被击中 却只掉了一滴血 看到场上的局面 轮排上的影杀者轻轻一笑 笑一轮 至于奖励 可赢 他竟要拿到至于奖励 来让战斗继续 不过对此我也早已经有了对策 秦武 到你了 说完 只见秦武将一样东西丢向影杀 而下一世抬手接住 就不料秦武丢了 竟然是一枚传送纽扣 不等他反应过来 神体顿时被绿色电流包 只能场上逼避一声 他与逼死的鬼面 直接互相传送 交换位置 这一下 雪月败局已定 我 日书 伴随着小丸子的宣布 这场牵动着我们命运的赌局 正式落下帷幕 虽然危险 但好歹是赢了 我们三人终于松了口气 却又没能完全松一口气 因为这场赌局 接下来 让我们的圣哲 好好享受来自关中的荒芜吧 这个人叫谢宇 大家记住了 以后有机会一定报仇 害我输成功 我做鬼都会放过你了 那就 暴风和小丧 好像不太一样了 我叫谢宇 是个普通的游戏宅 我赌上性命 赢得了这场命运赌局 然而却也在玩家当中 惹了重人 不过 你们尽管骂吧 反正赢的是我 真是赢得漂亮吗 多亏你们 我们金蝉公会 今晚可是赚个盆满钵满哦 说着 究竟身后走来一名美丽的大姐姐 小丸子一看到她 就满脸兴奋的扑到她的怀中 称呼她为副会长太人 我在一旁略感疑惑 神游走上前来 给我解释一番 传闻金蝉公会副会长战斗力不强 但是金蝉公会的副墙 全靠她一直以来的运筹帷幄 人称神善的秦奇 我去 听起来是个老鹰逼啊 惹不起惹不起 想到这里 我连忙跟她告辞 想要带着沈阳通快溜 却指定副会长轻笑一声 抬头朝我们看来 让贵客就这样离开 可不是金蝉的大客知道 说着便提议让我们三个 去他们的金蝉公会的金蝉心池 试料一下审史 看我就知道 这个女的教主我们绝对是必要用心 听到她的话 我连忙抬手拒绝 嗯 那个 其实我们还有很重要的 我婉拒的话还没说出口 就只觉头顶遭受一气猛枪 沈阳突然怒火中烧 怒骂我什么事 那我去金蝉心池重要 不是吧 不就是个池塘吗 只见沈阳一脸向往的看见副会长 金蝉心池 可是金蝉公会的密报击场所 就算公会内部的人 都很难有机会进去泡一下 随后 他们一脸兴奋的跟副会长 往深处走去 靠就为了一个破池子 真香啊 真香啊 泡进去一会儿 声势起来真的一点恢复了 感受到仙池的好处 我抬一手看了一下身上那些奇怪的纹路 不知道能不能连这个也是好 随机直接躺了下来 想那么多干嘛 这么大的池子 先让我好好独享一下 大 你说谁大 我去 睁个眼 就看见水晓二人 穿着死裤水朝我走来 差点给我整得失血过多 调整了好半天才冷静下来 沈阳倒是一点无所谓 直呼来泳池就得穿泳衣 久远半天 终于来到了最重要的环节 粉糟 这次赌却 一共赢了九万九千多积分 每个人都能分到三万三的积分 好家伙 一举变身百万富翁了 我们这是 送走请我 沈阳转头与我调侃脸 忽然注意到了我身上的文路 上这是什么 纹身 哦 头部床竟然是短了吧 这也才不是纹身 这可是我苦战留下的身痕 男人的标记 我刚说完 突然听到副会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转头看去 他也已经混好永卓来到了世边 直接那一脸兴奋地看着我身上的文路 语气里满是赞叹之声 这美妙的文路 其实是来自一级任的反射印记 一级任 那是什么东西 听到我的迷惑 他轻轻一笑朝我靠近 据他所说 一级任是这个游戏中的一种罕见武器 其威力甚至能够无视游戏平衡机制 两年前呢 曾经出现过一位玩家 仅凭手中的一级任 就有着与四大功会匹敌的实力 而我的吞噬之刃 以及身上的印记 与当年的人相差无几 说着 抬手摸向我身上的文路 但是 一级任威力固然强大 却终究竟是弹坏一线了 听到他的话 我瞬间大听 联盟问他是什么意思 你不妨打开撞太阳看看 听到这里 我联盟打开自己的状态栏 这 这 我的血条 今儿子自行黑化人生 我叫谢宇 是一名普通的游戏台 听一早 我突然被人弄想 转头就看见小丸子 竟然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手上 在我的质问声中 他却这么说 诶 那么昨晚的事情 你都忘记了 我 我靠 昨晚发生什么 我记得昨晚我在金蝉仙石里泡澡时 副会长跟我讲了有些关于一级人的事 当时我看到自己的血条 竟然在自动黑化 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那副会长则是一脸完卫的超快来 向我说明了那个潜贤的道理 强大的威力 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代价 如他所说 我现在的状态 正如那位玩家一样 血量值逐渐黑化 当血量条彻底黑化 你的生命也将结束 听到这里 沈云瑶似乎比我还要激动 忙问对方有没有办法挽救 会长今天一笑 表示办法也不是没有 据说S级地下城 试炼龙域掉落的圣域龙林 拥有去除异常的功效 只是 试炼龙域现在被血量工会占领 再说 S级地下城 可有着成千上万十里超群的怪物 就凭你现在只是短暂爆发的力量 想要获得圣域龙林毫无可能 要来了吗 他这次发布留下的目的 果然如无所谅 他一把捏起我的下 满脸兴趣地对我惊惊一笑 向我表明 打算拉拢我加入金蝉工会的意义 我连忙拉开他的手 刚才表示我要考虑一下 得到的答复 他便也不再过多纠缠 我早就猜到 这股非比寻常的力量 绝不会来得这么轻松 要是我的生命 维持不了太久的话 在我死之前 我一定要激起一击分 回到了这里 戛然而止 我还是没能想起来 到底跟小丸子发生了什么交集 却只见他坐起来摆我一眼 昨晚在鲜持的治愈作用下 你直接在里面睡着了 最后还是请起他人 让我把你考回房间的呢 你可得好好感谢我 全然是这样 真是吓死我 还好我这个干净的男孩子 想到这里 他昨天起身向我凑劲 说要告诉我个好消息 最后一脸神秘地跟我说 他收到情报 经常工会的前程员 怪人不理 最近出现了东区黑市 而怪人不理 手里正好就有我所需要的 圣语龙林 狗哥狗哥 不要错过 现实特价 珍惜地下城怪物材料 小哥哥 需要珍惜这药道具吗 这地方还挺不错 不错你个头啊 心尽快找到怪人不理吧 可别又惹事了 展开小丸子给我图像 环视整个黑市里的人群 我不禁望远逐生 瞎得正模糊的照片 在黑市里简直就大海漏声 小哥 我看你愁眉苦脸的 是不是遇到什么棘手的麻烦 就在我一瞅目展示时 突然一个少年出现在我面前 他自称小飞仔 在黑市里呢 是大名鼎鼎的万事通 张口直接要价一百几分 给我们带路 去了观众部里 不过 却被沈云瑶奖家 讲到了五十几分 哼 会观众的 到了 人就在里面了 支付完几分 小飞仔带我们来到了 这个看似废弃的厂房区 在他手指的位置 有一个大大的进行警告 这 你小子不会是在前面 布下什么陷阱 引我的吗 说着 就只听前面的重门 被人一把掀开 有人出来 我们连忙紧实的往前看去 只听逼的一声 一名身形壮硕的铠甲巨人 尖扛巨炮 从里面走出来 我认识他 怪人不理 我叫谢宇 是一名游戏宅 眼下我身处的地方 人声鼎沸 发动几乎鸣声瓷醒 没错 我正在参加地下城里的 机车竞赛 欢迎来到 第四十二轮 极限闪速比赛 今晚 我们有两位 神秘席人选手参加 他们不久前 在金蝉赌局 强势挫败雪月公会 可谓是我们金蝉都市的 超新星 他们就是 谢宇 沈云阳 你们好啊 或许你会奇怪 我怎么会来参加 这场竞速赛 让我们把故事线 不会躲 那时候 我们在小飞仔蛋里下 找到了怪人不理 然而一听到 是小丸子让我们来找她的 他瞬间暴动 浑身能量爆发 眼看就要向我攻劲而来 那个狡猾的女人 他派你来做什么 可恶 他休想再破坏 我在黑市的计划 我去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联盟抬手阻打 大声想解释 我是想和你交一道具 圣玉龙林 他的拳头 坎坎停在我的面前 拳风甚至将地面 吹得干干净净 圣玉龙林 见他终于放下了防备 我联盟抬头朝他看去 让他直接开个架 却只见他呆离原地 思索一番 随后直接转身 靠着门内走去 我对几分没有兴趣 但是 如果你能用这 赢我的话 我不妨考虑 把圣玉龙林交给你 摩托车 虽然不知道这家伙在想什么 不过 赛车游戏 我可是属于属二的高手 想到这里 我联盟抬手应斩 生霸他突然灭挂 没事的话 爸 说完 就见他举起拳头朝我轮着过来 绝缝顿一下 让我跟他房内吹着水 重重摔到了十米开外的响声 沈玉龙林盟一脸关切地跑上下来 询问我的状况 然而此时 我也无瑕其他 联盟起身询问小飞仔 关于极限闪速的问题 说完 就见他一脸比一地抄开来 这可不是想参加就能参加的 这个比赛必须自备赛车 在黑市 一辆赛车少说也得八千几分 还有报名费 押金等等 你小子 有这么多钱吗 八千几分 还行吧 听到我这话 他瞬间化身谜地直货大哥 养求我带他一起参赛 你也要参赛 哼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极限闪速 可不止上场竞赛这么简单 背后还得有一名领航员 规划路线制定战术 算你好运 我小飞仔 可是一流领航员 不等的说 谁又要一把揪去我的衣领 直接拽我离开 快走吧 这小子明显是盯上你的气氛了 说着 究竟小飞仔顿时痛哭流体 冲上来抱住了大腿 嘶嘶不松 直呼自己免费 呀你们都给我放手好吧 我选你 我选你还不成吗 事情总算得以解决 在小飞仔带领下 我们三人来到车行购买赛车 面对我这种只看赛车颜值的眼狗来说 小飞仔却是冷静地提供了很多可靠的建议 这正的事实 几名女赛车手 朝我们走路过来 气势凌人的看向一旁的小飞仔 让他赶快回去修车 周围的人一看是赤林车队的人 纷纷逃离 不想惹上麻烦 这时候他知道 小飞仔说自己是领航员 却原来只是赤林车队打杂的而已 对方一听小飞仔加入我的队伍 要参加极限闪速 瞬间暴怒 将小飞仔一脚踩在了脚下 只会什么笨蛋才会找他阻备 这笨蛋说就是我了 不过 既然是我选择队友 哪有让别人欺负的道理 想从这里 我几身拦着头的身前 为他解决于此事 却同时也惹上了这赤林车队 想到今天这场比赛 不会是什么正经竞速了 还记得前几天的金产赌局吗 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小子 得罪不少人吗 黑师二王可是对他发布了 天大雪上量 我是打不过他 不过 要说明在明天的极限闪速联手 我叫谢宇 是一名游戏宅 为了获得贯人不理的圣语龙龄 我接受了他的挑战 参加极限闪速 经过一番激烈的决助与战斗 沈云瑶在我和小飞仔的共同协助下 最终以0.006秒的差距 成功拿下了本次冠军 同时因为贯人不理成功清除了 除了我们二人以外的所有选手 我们三人彻底包了写三名 战胜领奖台 看着第二名的贯人不理 我眼含激动的转过身去 让他信守成功 把圣语龙龄给我 然而却只见得悠悠的转头抄开了 小子 我是第二名 你是第三名 你这是赢了我 什么 不带你这么玩的 是我帮助云瑶夺的第一 会人之就是我赢了你的 是这么算的不是吗 强词夺礼 不好意思 我只看比赛结果 我整个人震惊于他的无耻 直到被主持人一句话拉回来思讯 各位观众 今晚的班长仪式 我们请了一位特别嘉宾 实力令人闻风丧胆 因此令所有敌人蛰伏 同时他现在也正是 我们熟知的学业工会会长 冷静先生 伴随着他的呼喊声 我远远地看到那个男人 光光朝着我们走来 不会是来找我存账 直见他神色冷静地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 微笑地将奖杯 扳给了神明妖 言辞温柔地恭贺他获得第一 让人全然惊不住 有没有任何仇怨 随后来到我面前 笑盈盈地与我握手交谈 然而就在我与他触碰到那一刻 一股强烈的威压降临在我身上 让我的精神 感受到了无匹的压迫感 这种感觉 就像是已经被他玩弄在手中一样 就在这时 一只金属手臂伸出 将他的胳膊一板拉了开 那股世人的威压顿时从我身中散开 抬头一看 就是惯人不理 出面为我写了围 冷静 堂堂会长 难不成 你要和这个不到二十级的愣头青决斗啊 说完 直接冷静尴尬一笑 转头向我连声抱歉 毕竟是意其认识有转 难免有些兴奋 见我和沈云瑶一脸戒备地找他看去 冷静面部改色 冷了一下 低声告诉我 他这次来不是要找我麻烦 相反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我 说着 转身朝向再上的所有观众 和参赛者大声宣布 在座的各位 都给我听好了 我以雪月公会会长的身份宣布 将在半个月后 还奉雪月公会管辖的S级地下城 赤练龙域 届时 只要四十级以下的玩家 都可以前来挑战啊 听到这里 我已经再听不到其他声音 满脑子都是他口中那句赤练龙域 那正是可以汇取圣律林的地方 这个消息一说 顿时燃爆了全场 所有玩家尽数跃跃欲试 等不及要进赤练龙域探索一班 随后 便看冷静一脸阴险的照看来 谢雨 这一回 你可不会夹着尾巴逃走了 对吧 回到怪人部里的住宿 他抬手取出了自己的圣语龙域 我联盟一脸感激的伸出手去接 哎呀 你把我们叫过来 原来是改变主意 也肯交给我了呀 不得我操得好心 突然被他一掌倒了下来 不 你都没有赢我 怎么可能会交给你呀 我去 那你把我交过来干嘛 显微自己有圣语龙域啊 说完 就现在转手将圣语龙域 递到了沈云瑶手中 赢了我的是你 所以圣语龙域 是你的了 我靠 你是什么逻辑 我连忙上前 从沈云瑶手中 接过圣语龙域 反复观看一番 我还是问出了 那个营药在我心中 两九多点 这玩意儿 是内服 还是白服 接下来 准备好 被我做个半死吧 听到我的话 沈云瑶白眼一番 大尺 说完 就见沈云瑶将到龙林一旁 对完加谢鱼 使用道具 圣语龙林 瞬间 龙林化作稻豆金光 进入我的身体 将我血条上的黑化部分 逐渐净化 很快就将其恢复得 七七八八 太好了 滚了又下 接下来 只要到赤鱼龙域 获取更多圣语龙林 我就能彻底摆脱 这个幅度有了 看到这一幕 我的心中 终于又燃起了希望 开心之余 在沈云瑶的提示下 我这得想起来 怀中还有小丸子 让我交给怪人铺里的一封信 说着 我连忙掏出来 朝他递了过去 好 给你 别把任何 刻他有关的东西 摆到我的眼前 直接的瞬间暴动 一把将我手中的信封 拍打出去 同时 便看到戏风中 揮出一张绿色芯片 芯片上面光芒闪烁 发出嗲嗲的声音 检测到怪人铺里 在附近 系统自动激活 电流发射 直接那张芯片 顿时放出 大量电流发射到怪人铺里身上 整个房间被电光照亮 而我则是单里原地 不知道这到底是发生什么 亲爱的布里教 当你听到这段录音时 想必已经中了 我研究多年的 百分百专家解除光线 布里教 我小王子 一定让你恢复 原文可爱的一面 说完 就见惯人布里 一拳击碎那张芯片 回身的机甲 被刚才电流击中 活动一声跪倒在里 惯人绑在猜中看小骂人 可恶 烦死了 你们两个 马上给我滚出去 要不再换玩 说完 就见惯人布里身上的机甲 发出咔咔的响动 腿上的机甲摔现了一天 露出里面一只血外修长大腿 看得我和史明瑶 更是一脸懵逼 瞬间指定咔了一声 惯人布里 全身机甲顿时炸了一遍 机甲里面 竟然是个身材决赞的妹子 随后便看到一脸羞愤 拒起拳都穿不开来 最终发出愤愤的声音 你们两个 我说让你们出去了 既然看到我的样子了 让我 看到这一幕 我把二人联邦起身 伸手劝阻 别别别 惯人布里 不 布里小姐 我们不是故意的 说完 就见他一拳打在身后的墙上 声声砸出一个大坑 恨恨的坐在地上 咬牙切齿的咒骂 始作勇者小丸子 最后一脸严肃的抬头 看向我们 你们两个对我还有用 我不会伤害你们 但你们绝不准 把我的事情说出去 凌脑烫的话 我联邦松了口气 哎呀 没问题的 布里小姐 我叫雅琳 后来我就知道 原来啊 是他刚刚加入金城工会的时候 因为冷冷的不爱说话 也不爱理人 所以小丸子呢 戏称他为不理家 每一回想起这段回忆啊 都让他愤恨不已 随后他开口询问我 是否打算去赤裂龙玉 听到我的答复 他眼神比得更加严肃 再次给我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冷静也是一级任的持有者 据他所说 他日子的理睛 一向心思缜密 诡计多端 表示我这一路能侥幸活到现在 或许都在他的计划当中 而现在明显是要引诱我去赤裂龙玉 意味着他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对付 听到他的话 我则是总结一笑 那要怎么样 我也有着不得不前进的理由 总不能因为害怕就躲着他吧 说完 就听雅琳琳琳一笑 笨蛋 谁让你躲着了 只要你变得更强 就不用怕那家伙了 而我 可以教你易经认的真正使用方法 说了 直接开几道船送门 不等我表示任何疑问 直接一脚将我踹了进去 里面竟然是个独特的空间 突然只听轰的一声 他也将来在我面前 手上紫光闪光 顺便充填两只巨型机械手臂 一脸完美的超开 这里是我平时的训练场 而现在我会在这里训练你 做好觉悟吧 接下来 准备好被我做个半死吧 我叫谢宇 是个普通的游戏宅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 关于我抽到戏友装备 易级任之后 发现人人都有易级任这件事 没错 得知冷静拥有一些易级任之后 雅琳带我来到他的序列 攻击特训 教我易级任真正的使用方法 然而说是特训 都不是说是我单方面挨打 他那桌机器手臂 似乎能够随心所欲的变化 无论我使用多小的力量 放出多小的攻击 都能够被他那桌手臂轻松化解 那种感觉 像极了我的吞噬之刃 变成灵魂之交 由此 也从他口中得到证实 他的武器 也是易级任 没错 所谓易级任 就是在达到某个条件下 可以觉醒出新形态的武器 这种变化 称之为异化 据他所说 易级任的异化程度 受持有者的意志和体制所影响 他的易级任 是只要积累一定的攻击性的异化 而我的 则是要吸收一定能量才行 然而这样就导致 在战斗中出现一个最大的缺陷 那就是我太过依赖自身的过载模式 这一点我早就清楚的人知道 只是对此我也实在没有办法 直接他一脸严肃的照我看来 说我这样小的话 就证明我是甘心被易级任摆布了 想要变得更强 就必须反制他 他看出我的吞噬之刃 易化成灵魂之枪 适用了魂石 要想变得更强 就要找到进行下一次易化的能量道具 听到他这话 我不禁呼叫出声 吓了那个魂石 都是我九死一生才得大的 要现在找一个 哪那么容易啊 说完 就见他已经打开出口准备离去 走之前只说 能量道具本身就十分稀有 一机认识一把双刃剑 能使用到什么程度 取决持有者 而不是武器本身 说完 直接消失在了训练空间 这 这是听君一席话 熟听一席话 这一趟基本什么也没学到 不对 至少我走趟搞清楚 吞噬之刃的极致 接下来就想办法提升易化 等我能像压力那么强的时候 想必赚取积分会更容易些了吧 雨依 等我 第二天一早 神游要来到教室 发现我竟然已经坐在这里 反而失惊 走上前来跟我打招呼 却看到我掩人一副被掏空的名 昨夜我是一夜为帅 通宵思考 雅里留给我那个难题 却始终没能解决能量来源的问题 听到我想要找能量道具 他连里摇头 表示自己从来没听过 随后一连狡黠地说我看来 不过 我们不刚结识一位万事通朋友吗 对啊 怎么把那家伙给忘了 想到这里 我连忙打开通讯录 给小飞打发了条消息 很快便收到了他的回复 谁这回复 你谁啊 我可不记得我加过你这种肥猪啊 我靠 这家伙是活腻了吗 我怎么谢雨 这我以前照片 加的变瘦以后变化真的有这么大了 小飞在联盟向我道具 随后表示 自己也从没听说过能量道具 又说自己找到一个无人攻略地下城 问我要不要去 你家这不认重点好吧 想到这些事 我整个人是一头老麻 不停的就是自己头发 这位同学 这节课的内容 可是必修课 请认真听讲 正想着 物理老师突然走到了我身边 给我提醒出声 一脸笑意的行为起身 回答关于能量守恒定律的问题 本身是很浅显的道理 虽然我物理学的并不怎么样 但是能量守恒定律内容 还是能够信守年来 对于老师的问题 我也都能对答如流 可是就在一来一往对答之中 老师的话却一点点的跑进我的脑中 我想到了 就在那一瞬间 老师无心的话语突然点想我 对啊 能量守恒定律 想到这里 我连忙跟老师请假 急匆匆的跑出了教室 眼下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迫不及待的要去验证一下 跟随小飞仔发送定位 很快我就来到了这座地下城入口 C级地下城 铺了边境吗 很好 小怪都在哪呢 快点出来 给我练练手吧 大哥快走 突然听到身后传了小飞仔的呼喊声 我连忙转头看去 他竟然被鬼面绑在了地上 谢雨 好久不见啊 见我现身 小飞仔联盟朝我大喊出声 大哥 这是陷阱 是他挟持了我 给你发短线 又骗你来这里的 他话音刚落 就被鬼面一把推到了一旁的墙角 转头缓缓 看我看来 气人来了 那就别想走了 动手吧 影乱 听到他的话 我联盟往一旁看去 这里竟然不止他一个人 还有一个女玩家隐藏在一边 随后就见那个叫影乱的抬手一挥 瞬间召唤出一大迷巨星魁了大军 将我紧紧包围 他的技能是召唤机械回来 尤其是在这个遍布机械残骸的地下城 更是如骨贴一举之不进 看样子 他们知道 我的爆发模式维持时间很短 是要跟我玩消耗着 小飞仔一点担心 让我快跑 不用担心 既然你笑我一声大哥 我就不会对你见死不孝 既然鬼面他们敢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对 那正好 请我拿你们来为我的新招式寄刀吧 多亏了牙脸和物理老师 让我对这段时间以来的各种问题 是毛色盾盘 一直以来 我都没注意到能量分配的问题 我一直在用能量喷涌这个LOE大招 去对付单体敌人 又使用过载模式 让能量覆盖全身 但能量是守恒的 我应该避免无畏的消耗 而是把能量集中于一点才对 面对猛冲而来的敌人 眼下这一次我只能成功 想到这里 我再次开启过载模式 将剑举在自己面前 与他对话 来吧 吞噬之人 去让你再一次吞噬我的身体吧 作为回报 回应我的意志吧 这一瞬间 我用圣域龙铃 古充回来的生命能量 再次涌入吞噬之人 只见整个战场光芒大放 围攻而来的傀儡军团 瞬间被逼停在原地 光芒很快散见 我整个人高举手臂 挺立在战场中央 感受着吞噬之人发生意义变 我会已经笑了出来 哼 我成功了 为了解药消耗 我想了把大剑异化成更小的形态 但没想到的是 吞噬之人还挺贪心的 直接把我整个右手都给吞噬 顿时一种异样的感觉 冲远着我的内心 看着鬼面的分身和傀儡军团向我杀来 我竟毫不费力的冲入其中 手起刀路如同切菜一般 不同于大剑 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速度 得到了极大的推高 不用开启过代模式 而是把力量都集中到剑刃上 对付这些罗罗 竟毫无一丝吃力的感觉 砍杀他们如同感激一般 看到鬼面不断的放出分身向我杀来 而我自原地不动手起刀落 如同刘华强逛西河滩 他的消耗战计划对我毫无作用 伴随着最后一个分身 被我一刀两刀 鬼面本体不再继续躲在后方身上 起身小火转而来 似乎是要对我发起最强一劫 还留了一声 真强啊 我也是 是你说了 我举剑指向鬼面的人头 宣布了他的败落 却突然只听他歇斯底里的大消息了 我心虎不妙 连忙转头感觉 果然 他竟然在最后一刻再次放出一只分身 挟持着小飞在威胁中 行啊 沉心再干掉他 不得引乱行动 就只听唰的一声 沈云阳闪现在他之后 一道火焰 直接将他的分身人烧殆尽 将小飞在救了他 眼看外局已定 鬼面终于不在嘴硬 连声哀求向我告牢 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再说了 像你这种急于上门送积分的 我又怎么好拒绝呢 系统提示 成功击杀 玩家鬼面 我们就先定他的小目标 赚取一击分 不是问题 眼看鬼面死在我的刀下 一旁的影卵只说 自己不愿意做无谓的战斗 直接开启传送门 转身离去 眼看平安得救 小飞仔顿时痛苦流涕 抱住我的大腿 就是一番感激涕零的慷慨神词 眼下第二成啊 不是想聊的 小飞仔瞬间一个自信紧身 昂首挺凶的背对着我 要不去我家聊了呗 我家可大了 这 这也太他妈大了吧 你让你家是租府吗 想到这里 我连帮转头看一下小飞仔 你这好歹 不会是用积分换钱买的吧 听到我的问题 他转头重重叹了口气 说的房子 是他土豪老爸买的 以他的等级 用积分也换不出这么多钱 全来这样啊 小少爷 你终于回来了 这么说的 别说大门突然打开了 里面竟然跑出三名女婆 热情地供应小飞仔回家 给我震惊到无意出家 这就是有钱人的事件吗 一看到我们 是小飞仔的客人 他们联盟上前 热情地招呼 我们继续下注 刚一坐下 就给我们上了一桌子 马上全席 这太可怕了 我今天有味地吃吃菜 轻哭没想到 小飞仔现实中 竟然这么有钱 却只见了面色 阴沉地低下头绪 愤愤出声 哼 有钱的不过 是我那个臭老爸而已 我从小就被他安排着 明明白白的 连生活都找人账 早就受够了这种生活了 什么豪宅女部小沙袍 我想要的只有自由 咔 少在这里给老的翻尔赛了 说着 一脸兴奋的抬头传我看来 要我带他一起组队 这种吃点荣誉 我没有直接答应 而是劝他再好好想一想 毕竟这次吃点荣誉 一定会遭遇雪月公会的劫杀 听到我的话 一旁的沈云瑶却是直接开口 表示自己要去 他一向最谨慎 我似乎想到 他这次打算冒险的原因 刚刚那个影弯 当沈云瑶看到他脸的那颗颤的出手 被我们一把拦了下来 听到我的怀疑 他每次畅然 心情闭上眼睛 对我们讲述了那段 他不愿意提及的回忆 就在几个月前 他也是一名菜鸟玩家 幸运地碰上一个叫做小玉的老玩家 带他组队刷腹白 两人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直到有一天 他们遭到袭击 对手正是刚才的影弯 小玉为了掩护云瑶离去 留在原地 从那以后 他便再也没上无线了 虽然不想 但他也不得不做出最坏的猜测 小玉已经被雪月公会给杀害了 看着他低沉的人色 我轻轻叹了狗气朝的看去 不管怎样 我们只要努力赚取积分就可以了吧 要是出现最坏的情况 一亿积分就能复活他了 听到我的话 他猛然起身 看着他并不知道 一亿积分能够复活死人的奖励 就像我刚知道的时候 一模一样的表情 我啊 从一开始就决定好了 我要获得一亿积分 复活死去的好影 这家伙 一直这么拼命 原来是因为这个吗 看着他们两个一副 不敢相信的神色 我举起杯大声鼓励于他 多亏你们的帮助 最近已经赚取不少积分了 我们就先定他个小目标 赚取一亿积分 不是问题 接下来 就让我们到赤点荣誉 大赚一笔吧 干杯 肥斩意外 加入了一场神秘的游戏 对抗敌人 被寄陷身体脂肪减肥并帅 打快升级 赚取积分还能换钱 虽然输掉的代价 就是小命一条 但是为了护活那个女孩 羡羽打定主要 必须赚够他一亿积分 拉拐完成 接下来看你了 看着眼前二人完美配合 一波带走了中东眼 羡羽一行人 跟他身后吃地保持的是威乐 为了能够进入S级地下城 他听从小飞的建议 花费积分 加入了一支专业刷级队伍 不能说 多亏金蝉工会提供这种业务 还真是有钱就能赚了 看着众多小怪死在主力队员手中 情验刷刷落在 却雨这些队员头上 虽然花了不少金 可这种白嫖剑的感觉 当真不错 好了 小遭遇战结束了 掉落了不少装备 怎么有人想买啊 他说 老规矩 低阶律子装备 我全都要 自从弄懂了一级人队伍 他对这些低阶装备的需求 只能不及 只是这也让别人 生出一些物件 这家物件刷鸡团 难道是为了讲破烂的 对此呢 谢宇也没有太过在意 交付完毕 他匆匆打开自己物品栏 廉价装备已经攒个五十件了 看着谢宇喜思思的模样 神远傲二人呢 却是一眼不见 神远傲 还买这个时代浪费级分 而他则是轻声一笑 对着系统机面呢 划出命 浑视 说完 究竟那五十件低阶中卫呢 转然消失 转然化作众多点数 架在自己身上 一道光芒闪过 谢宇瞬间感觉自己 变强了许多 好了 大家停下来 前面就是最终首领了 你们可不能上去 这里是首领视野王军 你们躲在这里 等机会就行了 主复完身后紧啊 两名主力队员起身走出其中 一旁的柯金大老玩家 站在原地趟着起 哎 真无聊啊 有些人这抓机生活 就是这么朴实乌华 且枯燥 安岛队员呢 那两人静止上前 直接与副本boss 狂暴受人打在一起 他们作为职业带队 配合给首尔前一无缝 虽然速度有些慢 可按这个速度呢 只需两个小时 别的Moss Boss 带着蹭惊艳的队员 无声通关 然而这样的效率 却还是让一旁的 柯金大老喊人不敢 喊 真是热 这样长度首领 都要打这么久 什么金蝉带打盾 也太弱了 正说着呢 直接的面色一致 目光顿时锁定 在一旁的角落 那是 哥布林宝石 骗子好的话 说不定卖大钱啊 随即啊 就见他起身离开 直奔一旁的 哥布林宝石而去 小飞赶忙身手阻拦 却根本没能将他拦下 随即就听 Boss一声怒吼 逐利大叔 突然一心 怎么 这次的Boss 有点奇怪啊 不能说完呢 就见那Boss 突然转身 静止朝着另一个方向 飞奔而去 努力大叔 突然一心 猛然转头看 正是突然离队的 柯金大佬 吸引了Boss注意 根本来不及 起身阻拦 并只将Boss一道攻击落去 柯金大佬 瞬间变成肉脚满天 在他死去同时呢 也将Boss 掩人潮穴 其他队员 躲藏的地方 也然不再是他的王区了 眼看就要朝他们攻击而来 两名主力队员 全来不及上前抵打 谢宇现场不要 直接取出长剑 运足力气 对着Boss一剑会出 剑王骤然破底而不 Boss一剑穴呢 建设一剑 系统瞬间发布通知 玩家谢宇 成功击杀A级地下城小林 哦 不错 变强了不少 这个宅男记女厕所 捡垃圾都能赚到十万块 这都是因为 他加入了这个神秘的游戏 积分兑换现金一笔一千 而他弄标的 则是意见的 为此甚至愿意 躲上自己的性命 只要能复活到 心中的那种麻 在经历了十天 高强度双击之后 赤点龙玉 终于到了开放入口的日子 人也太多了 当然了 雪月公会之前 把这里捂得死死的 如今终于放开入口了 很多人都在猜测 肯定是雪月自己 都无法攻略这个地下城 正如小费头 几乎所有玩家 都想来碰一碰院 伴随着众多玩家的涌入 四大公会的人 也终于深山来迟 不同于金蝉公会中的 熟人小丸子 雪月公会等人现身 让整个会场 都是压求无声 除了沈云瑶在党的那个女人 打头的更是 传闻中的雪月最强信任 百分百炼杀目标的 偷后杀手 鬼人真甜 而熊师公会的现身呢 更是让众人的期待 直拉到嘴高 随手解决雪月公会的 蛮横打压 将他们坚守 道义的名声 再次坚定几分 如今四大公会 到场三个 眼看着一同涌入赤脸龙 却突然只听一个声音 破空而来 大家慢着 还不能进入 说着 就见一个银甲胖子 拦在众人身前 我是雪月公会的 秩序维护官 鉴于这次进入的玩家 已经达到122人 我们决定 接下来将进行 摇号进入处理 说完呢 随即分发给众人 一个号码盘 大家将会从号码上的 顺序逐格进入 而这呢 也导致队友彼此分开 在找到队友前 所有玩家 都将是单人作战模式 这样的地下城玩法 让大家抱怨怜怜 不过小飞 他们看得还算很开 太好了 我的1212 排得比较靠前 我的1215 大哥 你运气这么好 这下该不会是前十吧 扫点精选 好照着我们啊 听到小飞的话 谢宇拿着号码人手 却在孤注颤抖 刚跟他胖子说什么来着 这次总共一表22人 有没有搞错 老欧皇 就是抽到了盗普第一 看着他们二人相激情 他在心中不禁赏归心 我事情没这么解释 在他交集等待的时候呢 地下城第一层 已经是战火纷飞了 作为四大工会之一的 金蝉工会配合自然默契 几名女生 以季线唯一男队友的方式 拿下野怪一显 兴出重地朝着第二层进发 全然不知 他们刚才的战斗 都被雪月工会看在眼里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人到来 这就是金蝉工会 可来并不足以成为我们的威胁 紧随其傲的是雄狮工会 作为公平正义的代表 他们随手解决 阻拦在心的蛇怪 让其他组队的散丸 感激不尽 尽管如此 雪月工会两人 却依然不为所动 依旧死死地守在入口的角落中 或许雄狮是这个地下城里 最值得我们警惕对手 但是 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他们 也不是他们 能值得会上 让你亲自来一趟干 难道是 没错 我已经安排好了 那个人很情的 我要一万千准备 确保将其立上 你一定想象不到 眼前那个霸气色漏帅哥 几个月前还是个腿肥的肥斩 而这都是因为 他加入了一场神秘的游戏 为了获得强大的力量 他不惜寄信自己的脂肪诊生 如今想要补足失去的生命能量了 他必须要进入这个 危机四伏的地下城 赤裂荣语 这可惜非求如他 竟然抽到了最后一个 进副板的名额 什么破规矩 是让老子子和本半天 眼看所有人都已进入 谢雨只觉怒火中伤 但也不再多等自豪 纵身医院呢 竟然就冲进了地下城路口 剑板呢 他把四周一变工况 他顿时停下脚 这么大的 哪条路才能和云凹他们配合 成语 起来的吗 一个声音从暗处悠传来 谢雨顿时警觉 这才刚进来就有人 在等着吗 随家就像真田骚然现身 对着谢雨冷声说道 很遗憾 哪条路你都不用选了 因为这儿就是你的终点 眼下情况就明了 从一开始摇号 谢雨就已经落入了 雪雨工作的天堂 看到真田的现身呢 谢雨却是脸轻松的笑容 哼 这也好 说明他没有盯上云瑶和小飞 想到这里呢 他直接拔进前下 放马过来 你们雪雨的一起上 一个个的可翻眼 不用着急 这雪雨犯下的罪孽 我会让你再次 你必须偿还 说着就见真田抬手一挥 手中长刀 众人朝着谢雨飞来 全然不等地反应过来 就只听对方嗖的声 瞬间消失了 电光闪过 他竟以顺勋来到谢雨面前 手握长刀 骤人向他挥出 谢雨其中大步 连忙举刀可打 反应不测 若差来 伴随着他的一声招呼 早已躲在一旁的宠物 骤人听说 谢雨瞬间陷入了一对二点 眼下全然没有时间思考 谢雨大呼一声 浑视指令形态转坏 快见摩世 说完了 一急认骤人变得灵小 剑毛虫下有一般 声声拦在他身前 真田站定身思冷笑出身 好 竟然又可以 变化形态的武器 巧意思 你这样的礼物 我可不会错过了 接下来 你可别死 太快了 说完了 就先跟他拔出背上刷刀 蹭那一声 再次顺身杀到谢雨身前 其攻势如虹 速度和力量都在谢雨之声 几个回合下来 谢雨只觉露于下风 对方手中长刀 却是越战越勇 颜他将谢雨的性命收割刀 就突然直接轰进一声 一场爆破顿时 将他把人深深分开 紫色的阴神弥漫开来 真田面色冷 离开在里面 冷庚追问其中是谁 说完了 便听里面一道女声传来 你们都给我住手 阴神逐渐散 里面赫然出现一个 神奇扫着的魔女 看着下方二人冷声开心 根据工会和同条约 工会成员互相之间 有权力监督 和制止无异 第三方战斗 我现在以挥舞工会之名 禁止你们的私道 眼见来者 正是四大工会 是挥舞工会的人 真田却没有骚退 极大工会的人 小酱醋烂火 等我折 说完了 毫无顾忌 静止朝他出手而去 对方却毫无还手 那扫帚上的顺点闪神 瞬间来到了解雨神前 解雨也是神色冷静 就是这个莫名其妙 出现的家伙冷存说的 对文贵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是否要把你视为敌人 敌人 我可是来救你的 这个世界上 不是每个人 都像狗爷那么有钱 就比如眼下这个男人 他只能是一腔热血 以目膜弦弦 要知道在这个中界 一击分 只能兑换一千码 而他的目标 则是一亿斤 不为财富自由 十位复活 他那个意外死去的除恋 眼下 他正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最强现人扇手 真田将他堵在这些 好在灰物工会的魔女 突然出现 销声表示 自己是来救他 魔女说完 瞬间落地 抬手边 顿时启动一道紫色传送阵 正门顿时将他骂人 包裹其中 一旦接受自己的软弱 那我就是 无敌的 搞错了 再来 传送阵 开启 眼看这法叫启动 真田眉头紧揍大合一声 得逞 别让他得逞 说完就见宠物狗 一跃而言 瞬间提高警惕 只听了一声 大合挡上前去 听不到手臂 意外控告魔女 对方眉头微微皱起 随即指定光芒闪 要传送阵正式开启 咱们二人瞬间消失在了 真田视野里 咱们二人瞬间消失在了 咱们二人瞬间消失在了 好了 我们继续 看他们成功逃离 真田脸上写满杀意 回忧 跟我回忧 给我胆战 什么情况 刚一瞬间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 等等 我怎么到了这个鬼地方 回忧的 你到底做什么 这哪 听到谢宇的文化呢 魔女看上去 竟然也是一蓝猛逼 对 对啊 这是哪 你问我 我 我明明把坐标 定在这出口啊 听到这里 谢宇对是慌了神 开什么玩笑啊 不是你干的吗 你怎么自己都不知道这哪 说着呢 就对魔女随手打个地图 翻找一托后 把这带松了口信 找到了 因为你刚才该让我放送节鎮 现在呢 偏离木不要地 扯送到了 地下城的边境地大了 谢宇文严重是傻眼 小心翼地朝着魔女开口 那 回到刚才那里 大概多远啊 也不是很远了 大概两天路程吧 两天 别逗了 等我调整一下状态 以后就给他杀出去 合理安排一下时间 替你回复 走起 魔女一脸抱歉地坐起身子 小心翼地表示 传送技能没法连续使用 这话让谢宇怒火更伤了 然而魔女呢 却是脸轻松的 抬手指着谢宇 使轻轻开口 那个 即使技能冷却很好 我也不会把你出动回去的 让你远离战场 就是我追死前来的目的 听到这里 谢宇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与回复工会 向来没有一丝挂的 最多呢 就是跟雪月工会有点血仇 跟金蝉工会 认识几个人罢了 现在他一脸不解呢 魔女轻声叹了高兴 开口说道 如果我对你当时不管的话 你就会死在这个地下城的 我 会死 听到那个答案呢 谢宇在震惊之余 却是越发不紧 然而魔女却是目光接近 朝着谢宇冷静地点了眼睛 嗯 你可能不知道吧 我们回复工会的会长 可是有着绝对准确的预言能力 在那天 我们会长预言了 你的死亡 据他所说呢 回复工会会长的命令是有一个 要工会成员不惜代价 必须确保 能够拯救那个被选中的人 而这个人 正是眼前的谢宇 所以 我想把你传送出去 这样呢 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了 为什么说 听到谢宇冷静下来询问 我女轻声一向 对着谢宇开口解释道 因为 你手里的武器 和回复工会所言探寻的东西有关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呢 你简直和大熊猫一样重要哦 对了 我叫林梅尔 请多多指教 好 再见 见谢宇听完还是指教走 林梅尔是一点不行 毛问他难道还是不相信自己 说完呢 就对谢宇一脸严厉的转头看来 我还有队友在别处 要是你说的是真的话 他们现在更危险 可怎么可能 丢弃他们独自逃呢 你相信世界上真的有 这个男人曾经是个和你一样的悲宅 直到他加入这个中间游戏 这个连复活死者 都能做到的神秘游戏 有一颗等待独化的龙蛋 有什么奇怪呢 面对不断逼近的野怪巢 林梅尔惊呼出声 毛问谢宇要不要杀 转头去见 谢宇完全不会所动 等等 上我试试看 说完呢 只见他嘴手掏出一枚金色龙蛋 俯身放在了祭坛中 四色光芒顿时将其笼上 龙蛋剑跟着翁翁作响 表面的金色纹路呢 散发出了鱼翅惊惯 口味又反响 与此同时呢 野怪巢也莫名其妙要停下了脚步 不再往前逼近半分 雷梅尔兴奋出声 坐下了 雷我停下来了 听到雷梅尔叫喊呢 谢宇却是一脸愁容 抬头对龙蛋敲了几下 确认着龙蛋并没有丝毫反应 不对劲 为什么没有浮复 不等他表露心中疑虑 天将一记霹雳 生生轰碎谢宇脚下土地 吓得两人赶忙起身 撤离谢宇匆忙 方北而起 抬头朝着空中看去 两人顿时惊呆在原地 竟是一只韬铁魔兽 攻击自己 只见他通体杀气四溢 幽灵班的绿芒 省黎明尔惊惧不已 累死了 老规则 合理安排一下时间 好了 我们继续 眼影呢 只听通通巨兽 跌口出声 愚昧的人类 不见踏足禁忌之地 还胆敢触犯禁忌的风影 不可饶恕 你们的无知 就以死亡作为代价 一只小姐姐 不 一只巨型魔兽 破空而来 在雪月之下 闪耀着幽灵班的绿芒 黎明尔顿时 吓单在轮 用他颤抖的声音 缓缓到处 不 不好了 这股强大的 可怕的压迫感 是 是恶兽 恶兽 见谢宇对此毫不可知呢 黎明尔强行 让自己冷静下来 对着谢宇开口解释出声 相传 在地下城充 会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怪物存在 他们又有智慧 能和玩家对话 其力量一成强大 一直以来呢 只有会长级别的实力 才能与他们抗行 这怪物被称之为恶兽 伴随着黎明尔讲解呢 空中恶兽再次电光流转 两道震天动地的霹雳 再次朝着二人空下 他们各自使出 全力将着挡下 眼看自己的血条 持续掉落 谢宇咬起了牙关 强行支撑 可恶 苦人为力强行人 血量不多了 看着剑男支撑谢宇呢 黎明尔脸上露出一丝自责 那时候 预言中的灾恶 只能是这个吗 那么就意味着 是我亲手 把谢宇带到灾恶中来了 见他骂人 全力抵挡自己的雷击 恶兽在空中冷笑一声 对着环丝四周的野怪力一声响 去吧 我的浮草 人类撕碎吧 只听野怪朝自吼这天 直送他骂人来 眼看着他们严不取功 雷明尔大会声 张开一道双天结断 剧情对闻的 瞬间挡在他骂人头顶 将恶兽的雷击 极迹数抵挡下来 稍等 我调整一下状态 就来帮你 合理安排一下时间 互相的压 今年一路发 铁力恢复 走起 谢宇顿时解放重手 手持一击刃 杀入野怪巡逃 剑盲所到之处失衡便宜 然而这野怪实在太过庞大 仅谢宇一人之力 显然难以抵挡 与此同时 林梅尔显然也已经有些力不从轻 快点 恶兽的攻击 我快撑不住了 听到林梅尔的吹速 铁力一边大插死亡 一边再次分身与龙弹之声 显然呢 那还是他们此番破解的关系 对 启明明只差一步就要成功 为什么那个弹 还没孵化 到底还有什么 是我没留意到吧 龙弹 动了 我明白了 原来是因为那个 这只巨兽放出滔天霹雳 只为轰杀地上两个人类 四周还有无数野怪有物 魔女张开护盾艰难之声 只求给一旁的男人 制造机会导动 确见对方并没有领情 手持长剑冲将上前 一剑将那涌刀入口打碎 碎石将入口死死堵住 野怪剑术被挡下来 随即呢 又一剑才一剑挥出 从地面打出一道剑王 带着林梅尔 持撑起了头顶的盾纹 然而死里逃生林梅尔 却并未感到开心 可是 你把出口封住了 我没办法逃走了啊 听到这里 谢宇却是行声一行 哼 那我们 要不逃走了 见林梅尔一脸不解 眼看时间紧迫 他抬手指向影和龙袋 月影对其形 除光燃机心 只是这个蛋上套路信息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地下的影子 正在一点点 朝着蛋的位置靠近 我认为 只是因为天空的红月 也正在缓缓移动的原因 所以一会儿 就能看到蛋 被笼罩进月影了 啊 累死我了 穿过气线 合理安排一下时间 你是什么生物啊 你干什么都这样讲话 爸 你去那吗 我去那边 好了 我们继续 谢宇说完了 继续挥动长剑 剑芒随着他的指挥 继续延长几分 看到自己的雷鸡 被这样抵挡 恶臭呢 却是冷笑出声 却是人类 居然有这种力量 可喜欢太弱了 谢宇全然没有理会 他找跑 而是一点兴奋的 指向地上的蛋 快看 是月影啊 影子把蛋遮住了 看到龙袋 没入阴影之中 谢宇心中 再次确认几分 冷声开口 下去 曙光燃气心 就是现在 用个火器技能 攻击这个蛋 说完呢 就在雷鸡尔随手截阵 站稳中突然窜出一道火车 定时烧在龙袋上面 火焰熄灭呢 龙袋散完之阵的白银 也让一副被烤熟冻烟 谢宇心中大副荣耀 一定要生效 不然 我可就真的没车了 两人死死盯着前面的龙袋 一时陷入消息等待 现在呢 需要合理安排的时间 有结果 骚起 在他们紧张注视中呢 龙袋突然裂开道缝隙 缝隙随之越来越大 紧接着只听咔嚓一声 龙蛋骤然裂成仰霸 里面瞬间放出四眼的龙袋 清光中的 突然推现了一只红色的龙 头顶直接弹出四点面 恭喜玩家 成功获得宠户 小翼龙 小翼龙纵身起飞 静止扑到了谢宇怀中 听到一方 雷面大呼可爱 谢宇脸上呢 就是写满了大乌语 什么鬼 大元 这是隐藏了神兵力气大财的 结果付出了一条小龙 有什么用我玩 小翼龙似乎听懂了他的暴雨 一口咬在他手上 作为发现 起身钻近雷面环中 雷面倒是很看好看 来手呢 将其报答谢宇明弦 让他看一下小翼龙能力水 无看不知 一看着他吓一跳 直接他属性面板 却有着整整五个条 看到这里 谢宇顿感一半 这小家伙 趁有这么多技能 与此同时呢 红中再次传来恶受愤怒 你们今儿解开了封印 正好 可就一清毁灭吧 正好 少看看你能力吧 小翼龙 结合技能 龙翼庇护随着谢宇 花费一万级分 结合技能 姚玉龙身上顿时 覆满进攻 金光滑破点击 谢宇二人再次 惊呆在远地 竟然 真的进化了